通常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是人家決策說要蓋一個房子 我們開始去參與服務做設計 照這個看法 那個不是 那設計會怎麼變化 剛剛那個是趨勢 科技發展的趨勢 我們設計會怎麼變化 我先讓各位看 30年是代表什麼 這個人現在很有名 但是他現在長這樣 2017他當總統他長這樣 1987他是一個businessman 他長這樣 1987之前 1957的時候他長這樣 所以30年讓他從這裡變到這裡 但是電話是從這裡變到這裡 30年他從這裡變到這裡 電話是從這裡變到這裡 這個大概大家可以有感覺 意思就是說人越來越老 東西越來越厲害 未來30年從2017到2047 設計會怎麼變化 他會朝什麼方向去變化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尤其是在設計行業的人 我們要怎麼樣子在這樣子的一個潮流裡面 能夠真正的好好的去理解 同時決定你要怎麼做 我介紹一下這本雜誌 Fast Company 他在前一陣子報導了一篇文章 一個專題叫做 世界上50個最具有創意的公司 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這個雜誌它有一個網站 它邀請了這50家公司裡面的幾家 去預測未來 那我想這個就值得聽了 它是在2012 所以我們現在是2017 所以是五年前的預測 五年前的預測 他找誰呢 一個是這一家 這家公司的樣子長這樣子 這個是他的網站 它叫做Ammunition 是一個設計公司 另外一家各位應該都認識 很久很久的公司了 Herman Miller 但是他一直維持一個 創新的基本態度 還有另外一家 叫做Code & Theory 這個公司 他用這三家公司的訪問 來整理出這個趨勢預測 他們預測的是2020 因為他在2012 他預測8年就到了 所以我們來看看 他們預測了25個idea 他會改變 或者是塑造未來的設計行業 他主要的是說 設計界正在劇烈的變化 那我把這25個趨勢 我做了一個匯整 整理成六項 第一個是設計界 它的界線瓦解 現在有人說你做室內設計 你做平面設計 你做建築設計 你做家具設計 你做什麼什麼 不只是這個界線瓦解 事實上是你做醫生 跟你做設計師也瓦解 你做很多不同的行業 現在沒有把它揉在一起做 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設計界界線瓦解 這個界線瓦解是水平的界線瓦解 垂直的界線也瓦解 另外一個是設計家進入決策圈 通常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是人家決策說要蓋一個房子 我們開始去參與服務做設計 照這個看法那個不是 在這個決策的時候 是設計的人需要去參加做的 更重要的是他講說 有很多的行業 是變成設計師在做西遊 因為設計的能力 變成一個重要的核心能力 但是你要不斷地在吸收知識 因為你沒有知識的時候 有誰要請你做CEO 不是講說我畫圖畫得漂亮 我就會變CEO 是你有design thinking 你有什麼叫做設計 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可以解決問題 那這個解決問題還不是懂了就算 你還得去想說 那這一盤棋怎麼下 你要能夠下棋 你才能夠做成CEO 其實他就是一個designer 第二個是智慧化 這個上面講的是雲端空間成形 你看看你買車的時候 是不是到網路上 把你喜歡的車叫出來 你說我輪胎要選這個 皮椅子要選這個 方向盤要選這個 你選來選去 那個後面沒有人設計嗎 很多人設計 只是他到最後決定的時候 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圖改改弄弄 那個在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我的老師他現在已經過世了 漢保德先生就告訴我 他說建築是一個非常落伍的行業 你一定要想辦法設法超越這個落伍的方法 他從米開蘭基羅到現在 做設計的方法一模一樣 但是現在有機會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而且因為會做設計的人 有設計的天分 所以當他的工具取全 他的知識取全的時候 他就直接跳到最上面去 這個是設計很重要的一個未來的發展 雲端空間成形 另外也是雲端家具成形 這是Herman Miller參加的這個主管 在參加他們這一次訪談的時候講的 他說如果我們可以讓牆上的這個溫度計 來學習跟我們學習 同時告訴我們現在溫度如何 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家具也做同樣的事 確實 只是以前大家覺得家具不需要做這個事 所以家具未來會開始學習跟你互動 什麼叫做跟你互動 今天天氣冷一點 他就讓你溫度高一點 現在很多汽車不是就這樣嗎 只是你還要按他 但是他不用 他就是看你這個人上來 他辨認的是你 他就幫你調好 幫你調好大小 幫你調好高度 幫你做任何任何的事情 椅子的溫度等等 你怕熱你怕冷 他都可以幫你做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我剛剛說的半導體幾乎快要變成不要錢 再來第三個 新學院解構設計學院 有一次在我得了一個獎 剛好在場頒獎是台灣許多大學的校長 他們也在頒獎的場合 他們希望我做一個分享 我演講的題目是大學的下一步 那所謂大學的下一步就是說 大學的很多人不需要在學校學習 因為現在可以在比學校更好的地方多得多 因為全世界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你可以連起來 完全連起來 既然可以連起來 他的學院就會變成一個新的模型 他的解構舊的設計學院 設計已經不是像以前那樣學了 第二個新的設計 新的設計是什麼意思 我們以前的設計大概都是要為健康的人設計 然後我們把需要輔助的人 我們當成說無障礙 但是慢慢的新的設計的方法會破解老化的服務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全世界除了少數的國家 大部分都在老化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像我現在叫做六十幾歲 我的父親叫做九十幾歲 我必須要去想說他住的地方 他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所以你必須要從設計 要能夠開始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以前覺得這種東西不太需要 因為很少 現在叫做全部的人 台灣現在已經叫做六十五歲 像我這種人已經比十六歲的還多 所以你想想看 這個整個設計就變成改了 所以這個要靠新設計去處理這種事情 包括材料等等 第四項 企業力 整個企業是要用設計力作為核心 也就是不管你現在是食品業 或者是你是旅館業 你是電影產業 你是電腦 你是移動裝置的產業 全部都是用設計作為核心 蘋果之所以那麼紅 就是在賈伯斯在的時候 他堅持設計就是他真正公司最重要的能力 所以你看他找的Tim 那個找來的人 是最重要的就是他能不能設計 有人問他說 你們賣得那麼成功 你靠什麼做市場調查 我一直記得他的一句話 他說我們不做市場調查 我們做市場觀察 那設計力是靠什麼 就是觀察 我們有沒有能力很快的去觀察說 這個事情是這樣 它的來龍 它的去脈 它的左右關係 等等 那你才能夠真正開始設計 另外一個是我讀起來覺得很有趣的 是第二段 他說辦公室就會變成像教堂跟錄音間一樣 什麼意思 我們最近不是一粒一休吵得很兇嗎 我常常在看說 很可惜 我們的政府很少去看2030 你更不要談到看2050 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有很多人上班根本不需要在辦公室 請問各位在座有沒有在路上回憶沒有 有啊 你不是在上班嗎 你當然是在上班啊 你不需要到辦公室就可以上班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上班已經變成這樣 那辦公室是什麼意思 這裡面講的非常有道理 他說上辦公室跟上教堂一模一樣 人為什麼去教堂 就是要跟人合起來 以及他到那個地方去覺得有一個向心力 不然他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 或者是像一個錄音間 他說人到錄音間去 開始要正式錄音的時候 麥克風一擺 你就忽然間你唱歌的能力變得很厲害 你如果是在家裡遇事唱歌 你唱錯了也沒關係 可是當那個錄音間 麥克風一架所有人告訴你說 一二三開始的時候 你突然間你要錄音的那個唱歌跟演戲的能力 你突然變很厲害 所以他說辦公室是這個功能 是讓人變厲害的地方 是讓人可以變成他因為在一起 所以他得到一個更崇高的目的的地方 這個才是辦公室 所以如果真正有未來感 你東西是要這樣看 不是要看他說我綁他幾個小時 那個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再來是第五項 設計的基礎 是心理學跟故事家 這個我非常非常地贊成 因為我一直覺得設計就是心理學 你為什麼會設計一個 讓一個不是你的人喜歡你替他做的設計 你如果不懂心理 你做什麼設計 你不可能 你如果設計一個公共空間 你不懂得群眾是怎麼樣子 你怎麼設計 所以他在這裡 設計師必須是一個心理學家 同時他必須是一個故事家 他的storytelling很要緊 你如果不會把你的設計 變成一個故事講清楚 你的故事不會吸引人 那沒有人有耐心慢慢聽你 講你的設計是這樣這樣這樣 那個是你的事 你必須有一個story 所以設計的基礎是心理學跟故事 設計的聚焦是在安全跟功能跟傻瓜 傻瓜就是說所有的東西都要變成 像傻瓜相機一樣的 那後來我們就不稱傻瓜相機了 我們就稱為智慧型手機 其實他就是傻瓜 就是好用的意思 所以傻瓜就是好用 直覺的就可以用 所以你必須要把所有東西設計成為 直覺就可以用的東西 這是設計的基礎 第六項是設計必須跟大數據連結 設計如果沒有跟大數據連結 他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趨勢 有一次我聽大數據專家 一個演講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的精闢 他說過去我們在做一個事情是 我假設 然後我做實驗 然後看這個實驗是對 跟我的假設的是不是相呼應 如果相呼應了他就對 如果錯了我就要重做 那個是science 他說過去的science是這樣 可是現在自從有了大數據以後 你的science不是這樣 你是看到一個pattern 我先看到結果 然後我返回去設計 現在是這樣子做 所以我已經看到結果 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在拍一個電影片 叫做我可以看見未來 所以我看到他快要去撞車 所以我趕快要回去前面 讓這個撞車不要發生 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大數據就是這個意思 反過來做的 科學變成反過來 以前是我做假設 然後我做實驗 實驗成功了叫做理論成功 實驗錯了叫做理論失敗 他說現在不是 因為現在大家的behavior 大家的行為都被你看見 那被你看見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說 哇 他會去撞車 然後你就要去設計一個東西 去避免他去撞車 或者是說 你會發現他很喜歡這種東西 你要設計一個東西 讓這個東西可以完成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就是叫做與設計必須與大數據 聯繫